明宅冒出正正濃煙 邻居以為火警意外 立刻撥打一九 老媽媽看到大批警銷 只喊抱歉 因為兒子又闖禍了 警銷人員進入屋內 整間都是濃煙 嗆得讓人難以呼吸 而這全是因為喝醉的男子 在房內燒雜物 玻璃市好言相勸 但最害卻是不斷迴嗆 甚至動手襲警 我們要汙汙 這次是汙汙 你快點 黃愛國汙 對啦 黃愛國汙 怎麼樣 怎麼樣 你瘋的刀 你瘋的刀 怎麼樣 學生 遠景遭彈襲 滿頭的彈役 警方立刻反擊 給嫌犯一個大外哥 將他壓制在地 學生 情緒不穩 然後以家中販賣的雞蛋 砸向遠景頭部 通人立即將他壓制 根據了解 這名54歲的陽性男子 無業多次酒後鬧事 都是老父母幫他收拾善後 實在無奈 這回酒後點火 差點燒了自家的房子外 還對前來的遠景 惡言相向 甚至雜彈攻擊 最後被玻璃師撂倒 強制送醫 記者陳嘉豪 少子洋 太陽鬥 記者安靶 報告